亦可以令到中西部地区扶起来 中国的票圈将会成活 广大官兵纷纷表示 要发扬我军不怕艰难困苦 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 忠于执守模范执法 以实际行动向英雄学习 树立武警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这是一支秋毫无范的爱民之师 正义之师精锐之师 在执行城市武装巡逻任务中 阳江市武警支队的官兵 视驻地为故乡 视人民为父母 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做到说话和气 文明执勤 无论是炎炎烈日 还是灵灵寒风 战士们始终不忘 肩上担负着的神圣职责 自觉地把人民群众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夏日徒步巡逻 汗水把衣服湿透了 但没有一个人去驻足纳凉 常常有热心的群众 送来水果饮料 但官兵们微笑地挽泄 一口不吃 一口不喝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这条铁的戒律 已经成了官兵的自觉行动 日间来到京队浩台 有三次 三次四次 我觉得它有多留好 使我们看到一个 没有景色形象在那里 多留好 没有人家的什么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 三百六十五个日夜过去了 在阳江市区的几乎每一处大街小巷 无不留下了战士们的足迹 在他们的身上 市民们真正地感动了 人民的紫地兵是那样的可敬可爱 今年七月 阳江市遭受了五号强热的风暴的袭击 当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受到严重威胁的紧急关头 驻守在阳江市各地的武警官兵 闻风而动 他们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哪里有险刑 哪里就有我们武警战士 奋不顾身的英姿 无私的奉献 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一年来 阳江市武警支队党委 被武警总部容计三等功 支队政委刘世贵 也受到武警总队的通令表彰 有三十五名官兵容计三等功 四百二十八人受到嘉奖 和平时期 武警战士是群众的保护神 有了这样一支队伍 党放心 国家放心 人民放心 有了这样一支队伍 我们改革开放 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航船 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